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NFT Pitch Show 今天是2022年9月 27号礼拜二晚上11点钟 我们今天想跟大家讲讲 市场上有几个蓝筹的NFT 即将发售的一些新的新闻 我们马上带大家来看 我们第一个先带来看Invisible Friend Invisible Friend 我们昨天跟大家讲 在Invisible Friend的部分 他们他们其实 现在比较关注的 除了是Garbage Friend之外 他们现在是第3D的部分 他们也打算要发一个3D的Invisible Friend 那我们讲的Invisible Friend 当初发出来的时候 第一时间一发即蓝筹 那等于让大家在这个地方 知道说Invisible Friend的部分 一直持续的发展 那我们只是过这个地方 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的看法 我们的看法就比较像是说 OK如果你现在你要发3D 对不对 你知道这是9Yan 9Yan Hot 9Yan Hot其实就是Invisible Friend 3D的一个Designer 那他的地方进来 你可以看到他们直接要发3D 那我的想法是 如果你这个项目 本身你自己发NFT出来 那你又持续在发3D 感觉上比较像是说 我一直发NFT 想从市场上吸 这个Liquidity 那是否整个Community 以及Community的额外 新的一些内容 是不是有一些新update 那我们这东西要持续的 要看他 有没有办法持续把这个Community 比如说那看起来那Invisible Friend 他们这边有跟Kate 然后做一些活动 比如说他们有这个Hoodies 只是跟一个品牌合作 就是Kate的这个品牌 所以他本身自己本身 他除了NFT之外 那还是3D NFT 那他这个地方的品牌 也是稍微跟其他地方合作 我们这次还是持续可以稍微关注 那如果你来到Invisible Friend的网站的话 你可以看到目前为止他这个就是3D 很像是免土3D NFT的部分 那你可以看到他的这个Role Map Invisible Friend Kate Friend 这个是他们直接已经发售了 那再来的话 他们等于就是 Garbage Friend 再来就是 3D Invisible Friend 那这两个这两个部分 Garbage Friend跟3D Invisible Friend 应该3D Invisible Friend 会先发 那这个地方也是让大家了解说 这个Community 目前为止 他们还持续在做一个深度的发展 那我们昨天也跟大家讲一讲说 他本身自己在Invisible Friend这个地方 他们是 这叫做Random Character ,那他们本身自己之前 其实发过Slim Hood 然后Moon Roller 然后发Invisible Friend 那这一次的话 3D Invisible Friend 还有Garbage Friend 这个系列的话 我觉得持续会跟他们当初 安排的整个这个系列 这样子一个套路这样走 有机会说你可能要有多少支Invisible Friend 的话你可以 Mean Invisible Friend 3D 甚至呢 Garbage Friend 有可能会这样的一个 思路 这个地方能让大家是可以稍微注意一下 另外 就是Azuki Azuki的地方 最近Azuki 蛮活药的 Azuki的低位 从6涨到 13 14 那这个地方其实如果你 Azuki买在低位其实会涨领倍以上 那我们自己跟大家讲说Azuki 这个地方 你如果你在量低位的地方有办法进场 那其实就是一个很不错的买点 目前为止Azuki 这边似乎他们要发一个新的 Azuki自己的 Community里面有新的一个项目要出来 那我们也知道Azuki他本身后面除了 比较加了华人支持出来 那他们后面的Community也是以web3的 这Community来支持他们不管是艺术 不管是这个 design各方面 Azuki他们还是有自己的一套东西 那目前为止Azuki 这里看是他们有自己打算要再发 第二个部分的Azuki出来 我们前两天也是跟他讲过Azuki的Community 我们知道大家看一下网站 这边有没有一些update 如果你到他的网站里面 你可以看到Azuki的网站 你看Azuki的小卷 这些是一些update 这次有一个Beans 红豆 有红豆之后呢 那他就是update Azuki跟红豆之间的一些内容 那这边就是他Beans 他红豆 有不同种和红豆的这些内容啊 那你如果你看Azuki的画廊 他们的画廊就是他本身整个如何 组成Azuki的内容啊 Azuki这个网站算是做的非常非常地条啊 一般网站很少很做这么地条啊 那甚至他有自己的世界啊 Azuki他们现在的世界观 他有分什么街巷 如果你到一个街巷来 你就看到西西往往的门体弱势的街巷 而且选择了红豆之后会如何 他这里音乐其实配合的也蛮不错的啊 大家可以自己进来逛逛Azuki 这边声音的话还是蛮不错的哦 你看这里有很多东西可以点啊 比如这边红豆点进去 红豆是个传说吗 他他有一些update网站 比如说面具随秘的面具 这看起来其实觉得有点像是香港啊 广东香港或是亚洲地方的这种街道的感觉啊 你看还有这种所谓的 小商品啊还有这个市场感觉 Azuki 还是一个非常非常东方 的一个community啊 那另外当然本身除了这个之外 我们上来上一个 世界还分第二部分呢 世界如果你要点到遗迹 遗迹这个应该是他新发的就是garden 那我们一般Azuki 他们其实主要他们就讲说 他们的garden是怎么样啊 在这个地方 ok 龙 这个garden的部分是新的哦 你看新的garden 你进来的时候可以看到什么遗迹 遗迹上面这边好多面具有不同的面具 遗迹的力量 龙眼 龙的食眼 生龙在渊 ok ok 这边有一些故事内容啊 这个就他的网站的部分啊 那另外Azuki本身自己的商店 Azuki他本身商店 他们现在其实每一个项目基本上都有自己的 jacket 啊 hoodies 甚至马克杯 这个都变成一个标配啊 甚至有更多更多的这个市场图 所以这这我觉得这一部Azuki 应该有机会是从 这个龙的这部分持续 去的发展呢 这也是可以让大家多关注目前为止啊 Azuki这个项目 另外最近的一个蛮有趣的新闻就是goblin town 大家本身 大家知道goblin town是一个free mint 那他free mint发出来之后 goblin 然后hamburger 然后还有后面还有monster 他整个系列出来 目前为止googlin 不是只有一个不googlin 他们自己要发什么 他们自己要发一个自己的交易所啊 那大家一定会觉得 为什么现在很多NFT都要发自己的marketplace 我觉得有几点 第一 如果你自己的NFT有你的marketplace的好处是 你可以 有自己的一个品牌 那代表说呢 你可以控制你自己在市场上流通 不是控制的 就是可以更多的影响去市场上流动 这个流动性啊 如果你本身的community做的好 那你有可能在影响其他不同新的项目方 那都要发行的时候 现在其实各个的 项目商发行之后的需要更多的流动性 流动性那当然除了openc之外就是magic item 那除了这两个之外呢 这个中比较小的交易所也慢慢会涌出来啊 那如果你说现在像goblin town 他们这边打算自己发行自己的NFT的交易所 我觉得不久将来 这个有可能变成是一个趋势啊 你看goblin town pap market launch the beta nt marketplace 那这个东西 我觉得将来有可能会是一个趋势 呃自己本身除了发行商会是一个交易的平台之外 那项目方有可能变成是交个平台 像我们之前看到了 recurlodeon 然后他们其实都有自己的交易的平台 那甚至你说这种所谓的 分战式的交易的 所谓的swap也可能会在不久将来变成是让大家可以更多 可以选择的一个内容 不但不见得说我们一定要付手续费 分高昂的手续费以及road tp 那如果有时候 甚至这种小的nft的交易平台 他有可能会在这个地方给大家更多的好处啊 你看比如说他这个goblin nft collection 他的flow price 0.5亿 那涨到2.5啊 那中间你看他说总该赚东西全部都让openc赚走啊 那他说如果我们自己本身有自己的一个交易所 对不对就像是punk 甚至apps 无聊后他们也想要有自己的交易所 那punk基本上是在自己交易所交易了 那这东西我觉得不久将来可以变成是大家可以考虑一个风潮 另外一个今天比较大新闻有讲到 那apple在这边他们打算要launch自己的一个nft的平台啊 说如果你将来在nft平台上面买卖nft apple这边会charge 30% 那这个逻辑其实就像是apple商店一样啊 大家如果以为我们在apple商店里面做过生意 你就知道你发自己的app 那是apple商店里面不管你卖什么东西 他们会抽30%的这个profit 那其实你说30%贵或是便宜 这个是跟大家见仁见智 如果你是全世界最大的一个app的平台的话 30% 应该不是太贵 那如果在这个地方 如果你把30%拿到web3来讲的话 是一个非常贵啊 在这边出现了一个很大的争议 就大家认为说app store的这样的一个逻辑 在web2抽不30% 看似好像可以接受 但是如果到web3呢 这个我觉得值得大家做一个思考 然后我们大家一直开玩笑说 迪士尼好像要做nft然后做元宇宙 感觉也没有什么样太大的动静嘛 那这两天其实迪士尼有一些新的job pose出来啊 跟大家讲说他们将来其实很大的一个计划 就是要往元宇宙 还有nft还有crypto整个方向靠拢啊 你可以看到他们现在他们在争的人 很多更多是往nft还有defi的部分啊 那很多这个fulltime的部分哦 fulltime工作 就是what destiny fulltime工作 他们打算往nft的方向做啊 那我们晓得nft还是以一个更多是设计师 更多是城市设计相关的一个职位 在市场上出现 但是除此之外 我觉得越来越多创意相关的这些职位啊 会出现 让大家可以有更好的了解啊 那我们今天其实最后还有一个就是亚树 讲到了亚洲整个gamefi的机会非常非常大啊 好多gamer其实并不是排斥nft啊 他亚洲其实是一个亚洲文化是一个很有趣的文化 亚洲文化是对新事物的认知跟学习跟接收 非常非常快速啊 那其实他讲 就亚洲整个对有潜力的nft 还有这个区块链市场 最短时间之内他们很快就会接收 而且有办法把它做更好啊 那像anamoca本身就是在亚洲的一个品牌 那他们讲指出 从目前为止其实在一个世界上 并不是说你nft多少钱多少钱 或是无聊猴 三十几万的无聊猴 美金就可以是一个很好的nft啊 其实更重要更重要的是 你怎么样把它变成是一个游戏 变成是一个community 那怎么样后面整盘的一个发展 这个东西就是指着大家去做一个思考 今天我们跟大家聊到nft的部分 那讲到篮筹部分 即将发售的部分 大家要怎么样去做一个判断跟一个思考 愉快的夜晚 谢谢大家晚安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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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know you